将军 王府觅他们放走了贼寇 还有朝天的通缉犯 梁大公子说话一向轻调 胡言乱语不足一心 王府觅今天一早 在院中迎来送王 不曾出过门 你这老头子 你的徒弟跟你的新娘子 都搞在一起了 怎么还在这儿 给他打马虎眼啊 你到底是要当王吧 还是要当兽姓啊 梁柳 梁柳 你说什么呢你 梁柳 怎么说呢 你缺了八辈子走了 竟敢对我叔父如此无礼 山珍师父 不如 你把新娘叫出来 也好证明她所言不识啊 放开我 将军 就是他们吸入贼狗逃跑 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我没有啊 你们搞错了 我还真是弄错了 他们就是去私奔的 敢来捉奸得捉霜了 你乱说什么 你乱说什么 不难让私奔 你个神经病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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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师父 糟了 师父好像没卖了 什么 师父 师父 你醒醒啊师父 师父 他正在演戏 师父 你醒醒 你醒醒啊师父 咋好 我们就看他把戏演完 师父 演完了我再把人抓走 师父 一顾一边待着去 这没你什么事了 师父 走吧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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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师父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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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师父 师父 师父 快 师弟 师父 你快看看 师弟 你虽然离开了神针堂 但他还是你师父 你赶紧亮出绝火啊师弟 针 快拿针 有 师父 师父 你快下针啊 你怎么不扎啊 治阳穴是人体药穴 弄不好 会害死师父的 我下不去手 来 这给我 过不了那么多了 是 报应 报应 老天爷终于又帮了我们一把 何时值得如此高兴啊 爹 这事你要知道了 没准这胸口病就不疼了 扇针死了 神针堂完了 果真如此 神针堂从喜堂变成灵堂 不信 明日你自己去看 神针堂 放棉堂 师父是不是我害死的 那一阵 我是不是找错了 京儿 不是你的错 师父本来身体就不好 昨日发生那么多失 师父难堪重负 谁也没办法 这不怪你 你已经尽力了 不 这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以前不那么贪望 多用点心 背诵学为徒的话 也许师父就不会死 他明明说过 智阳学的针刺法 皇府灭 出来 皇府灭 叫上你师娘 跟我们走一趟 头领大人 我可以跟你走 可师娘万万不可 我师父远近闻名 就连皇上也对他 赞许有加 在没有弄清楚 事情真相的时候 就往往师父身上泼脏水 恐怕不妥吧 哪儿那么多废话 跟我走 李公公到 李公公 参见李公公 皇子 皇子 危在旦夕 所有御医都束手无策 只有善真师父 能拯救皇子 如今善真师父 以撒手而去 我如何向皇上交代呀 你们神真堂就没有人了吧 头领大人 我们神真堂人才济济 为什么你就视而不见呢 可神真堂只有一个善真师父 天下也只有一个善真师父 可神真堂 你把他往外面一摆 他就乖乖地往学位移去了 真的 请皇上恕罪 奴才无能 善真呢 善真呢 奴才恳请皇上 无论如何要放宽了心 善真师父的 他死了 死了 因为皇子情况危急 奴才自作主张 带了善真的传人来救急 叫他进来吧 孙侄 姐姐别伤心 善真 善真既然有徒弟 想必也有些能耐 也许能帮得上忙呢 还是让他试试再说吧 皇上 皇子必有神仙庇护 请皇上娘娘放宽心 草民拜见皇上娘娘 起来吧 谢皇上 请问娘娘 皇子病发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状态 皇上午睡醒来过后 还好好的 结果就去了花园玩耍 突然尖叫一声就倒在地上 抽搐不止 我就按照善真师父说的 急救方式 给他按压人钟 虽然缓过气来 不过 现在就已经成了这个样子 你赶紧给他看看吧 遵旨 糟了 可惜 怎么啦 我戴的针酒包不见了 不是在怀里揣着呢吗 谢谢 我记得师父好像说过 和谷学可知纯吻不收神门学 除心中欲结之气 渔记学可泄肺热 驱邪扶正 与阳溪学相配合 可解除身热精卵 足三里可见脾翼卫 已故后天之根本 这小子行不行啊 神神叨叨的在念些什么 别是个草包大夫吧 喂 叫你来是看病的 别学些江湖道士念咒画符 皇子尊贵 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 皇上 我们还是换个御医吧 我看他 御医 今日当值的御医就是个草包 朕已经命人把他砍了 若是能指望他们 朕又何必劳势动众请善贞呢 我当初善贞统领他们御医馆 教他们一招办事的 也不会弄到今天 这么手慌脚乱的 你 在 皇上 朕给你一炷香时间 让朕看看你的本领 我现在来给你寻财了